牙签肉 准备一块鸡胸肉 去除表面的筋膜和脂肪 顺刀切成条 再改刀切成块 洋葱切丝 鲜姜切丝 鸡肉中放入洋葱丝和姜丝 放入两颗胡椒粉 一勺白酒或者两勺料酒 加入一勺鸡精 一勺食用盐 一勺白糖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放入两勺鸡蛋清 加入一勺淀粉 用手给鸡肉做个按摩 抓拌均匀让鸡肉充分吸收 准备竹牙签洗净 倒入开始烫一下 将鸡肉一块一块地穿在牙签上 一根牙签上穿入一块鸡肉即可 不要穿得太多 穿好的鸡肉串备用 油温六成热下入鸡肉 一块块地放入 先不要翻动 定型后捞出 升高油温 放入鸡块复炸 鸡块变得金黄焦脆后捞出控油 碗中准备孜然粉 辣椒粉和白芝麻 锅中留一点点底油 炒香葱姜和洋葱碎 小火炒至 放入准备好的配料 继续小火煸炒出香味 把炸好的鸡块放入 翻炒至鸡块全部裹满调料 撒上葱花即可 焦香脆嫩的牙签肉就完成了 在家也可以吃到美味的烧烤肉串 赶紧加关注每天都有好吃的